大家好,今天来到咱们IP变现的第五课 内容制作 我先跟大家说来一个整体的复盘 因为我们在抖音上打造了很多IP的 我自己在抖音上做了一些账号 我们自己做了14万的号 现在又做了3万的号 我们账号的流量都特别大 你们可以通过平时看我直播也好 或者说我在抖音上的直播也好 你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好,这还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之前确实做了很多知识类的账号 都是我自己做的 封了一些,几万几万粉丝这种账号 但是我们目前整体的就是这种电商的粉丝 在抖音上引的差不多将近5万吧 精准粉 我一个人就是我通过我一个人做 所以我在这个做账号 还有做内容上 我觉得我是具备一定的发言权的 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咱们我在小红书上 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 我们自己是在小红书上是有做账号 这是我们自己的账号 当然目前做的一般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去去很用心的去来经营我自己这个账号 我们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用那个就是我们在抖音上发的直接同步过来啊 直接同步过来 这比较简单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太大的精力去深耕 因为我们目前 呃更大的精力是放在小红书就是一个电商变现上 在IP变现我们还是目前还比较少 但是就通过我这样加 就通过我这样 我这样的一个变现模式就很简单 就这样 每天都会有一些直接又会有人来申请啊 然后啊 你们看一下就我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就每天都能够导一些人进来 我目前应该是导了有四五十个人进来了吧 然后变现也将近差不多变了两万多啊 这这这很简单的这个啊 当然我是做知识付费的 可能跟你们做的一些不一样 但是呢 我呃 大道理都是相通的 知道吧啊 流程都是相通的啊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下 首先小红书上的啊 小红书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还是举服装搭配吧 啊 还是举服装搭配 这样的话大家熟一点啊 然后比如说内容上 内容其实是分三个板块 第一个主图 主图 他跟那个 他跟抖音不一样 抖音是开头三 抖音是开头的啊 三秒钟啊 抖音是开头三秒钟 小红书他的展现形式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他是不放视频的 他是直接 你看到没有 他是第一张主图的 他是第一张主图会比较重要 明白吧 第一张主图 所以第一张主图 基本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权重 这个占了百分之四十的权重 啊百分之四十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开头 开头三秒钟 开头三秒钟 但是我跟你讲啊 就是他跟开 他这个开头三秒 其实跟抖音的开头三秒不一样 小红书上的开头三秒 他是讲究什么呢 镜头感 加审美 相对来说 小红书上的人群会比较精致一些 他对他对这个要求会高一些 明白好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文案 文案 或者是说标题加文案 啊 其实整确来说标题也占了百分之十啊 标题占标题一个就占百分之十 标题一个占百分之十啊 这个的话差不多占个百分之四十 如果是视频的话占百分之四十 然后文案占百分之十 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的搭配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搭配 好 我详细给大家讲一下标题 就是首图 就是主图 主图的话 主图的话兄弟啊 主图 主图的话呢 第一张图 他一定要表现什么东西呢 第一张图他一定要表现就是信息 传递 就是你第一句话一定要传递一个核心信息啊 是吧 比如说呃 我给大家举个比较功能性 那目前是有 我总结的是有功能性 还有就是你是什么身份 第三个主题啊 好 我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随便找一个吧 就是第一个好了 我们就以第一个为例 好功能性是什么呢 他是告诉你 他这有什么功能 他就是送给就是送给一品差的男生 是不是 然后他是什么身份啊 他是什么身份呢 就是 邀请秋冬专他 他的身份就是秋冬穿搭的一个博主 对不对 他是介绍的 对不对 好 主题是什么呢 男士秋冬穿搭韩系 明白吗 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他这很有衣服 背景图他就告诉你们 他的一个整体穿搭 穿搭 对不对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就是第一张图能表现出 好 我再看这个 这个第一个 一个背景图是一个女生 拿着一件大衣 对不对 米白色的大衣 他的主题就是一件米白色的大衣 好 他的功能性就是什么呢 有多百搭 百搭的大衣 是不是 然后身份 看一个姑娘啊 他这里没有写 没有写 可能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就写 啊 就是啊 就是搭配师 教你怎么穿搭 就是搭配师 搭配师 搭配师 然后他这里还是表现的是功能性 标题这里写的是什么 一一多搭 对不对 啊 一一多搭 然后啊 他的主题也是这个 啊 这个这个表现的比较明显 好 我们再拿下面来分析 学穿搭短绿绒服 一件多穿 看一会穿搭就好了 好 第一个 以前二 这是对比 对不对 这是不是功能性对比 对比就是功能性啊 对比就是表达一个功能性 第二个身份 小个子 是不是 主题是什么呢 小个子一一多穿 教你穿搭 是不是 是吧 好 镜头感 镜头感 这种东西 我们看这个吧 你看 第一句话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直接说怎么穿搭 就是用问句 最好问句开头 诱惹者 诱惑者 问句开头 诱惑什么呢 教你直接 就是直接 点名 你能获取什么 获得什么 知道吧 这个很重要 这是你给个理由 就是你要给一个理由 别人让别人停下去 看你的理由 懂吧 懂我意思吧 兄弟们 这个就很重要了 很重要了 好 第三个标题加文案 标题加文案 好 兄弟们 关于标题跟文案这一块 其实这个内容就会特别特别多了 我就想 我就简单讲一下吧 标题的话呢 是 第一个 二十个字 就是标题是二十个字 二十个字啊 二十个字 然后它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功能词痛点词 功能词 这个我不写了吧 我不写了吧 好 我不写了吧 你们 我直接 我直接用这个案例给你们 我直接用这个给你们看吧 啊 服装穿搭 第一个 就是二十个字嘛 组成部分啊 意义多搭 功能词 对不对 功能性 这是功能性 然后是什么呢 背景 实用场景 是吧 背景实用场景 那我就不说了 背景实用场景 然后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啊 或者说痛点词 痛点词是什么 一品差的 一品差的 啊 在这里再看吧 看这个明显一点 就是小个子 痛点 小个子是不是很难选衣服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是痛点词 是不是啊 啊 特别多 然后第二种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是 呃 就是那个痛点词 场景词 功能词 或者是说 痛点词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场景 效果词 你看 你看嘛 啊 功能词 然后场景 场景看看 场景有没有场景啊 我看看有没有场景 场景词有没有 啊 你看 嗯 嗯 我找一下啊 我找一下啊 场景有没有 场景是有的 场景 嗯 怎么在行中 特别多啊 这就是我就不找了 漂亮衣服 根本买不完 啊 你看这个就有身份了 38岁 穿搭 三四家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身份了 对不对 你们自己多去看啊 越 你们会越找越有感觉的 好吧 好 那这个有点脱糖了 好 这句课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